同学们好 这一节课我们继续向下学习这个项目的这个相关的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语音合成的这个协议分析 并且呢 使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实验了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文本转发这种语音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转入到我们这个GUI的这个程序当中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讲这个想外听书的这个获取用户输入文本并处理的这么一个章节 那么之前呢 我们是在这个浏览器上输入的这个文本啊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独立的程序 不不使用这个浏览器 所以我们呢 也会用到这个用户输入的文本 并且呢 用户输入的文本一般情况来情况下来讲 呃 做这个外面开发的人都知道 这个服务器是永远不要相信这个客户端传来的这个数据的 因为客户端可能有一些不法分子会传来一些非法的数据 或者是呢 他就是正常用户 但是他传过来的数据呢 呃 可是有问题 我们如果直接使用的话呢 肯定会造成一些程序崩溃啊 或者一些异常的情况 呃 对于我们这个程序的也是一样的 呃 你永远不要相信用户输入的文本是正确的 所以你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呃 通过这个写到这个URL中 然后 把这个URL去访问这个URL 那么因为这个我们用的这个get方式访问 所以呢 呃 这个文本呢 要经过一些处理 把这个特殊的字符算都过滤掉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 我们要从这个端文本框中获取文本 然后呢 在此之前呢 因为我们呃 上上一节课呢 只是把所有的这个GUI都画完了 但是呢 这个草案数都没有处理 所以我们这节课呢 呃 先处理一下整理 呃 所有的这个信号语槽 然后再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 我们还是要打开之前的这个工程 之前这个工程呢 打开这个UI界面 好 我们上一节课做UI的时候 有一个 呃 地方我忘记跟大家说了 这个端文本框呢 它有一个属性 默认是锐的文本 要把这个勾掉 让它变成这个可写可读的 啊 就是这个 默认的情况下 这是勾上的 就是说只读的 但是因为我们要经常操作这个 我们红毛里边写入啊 或者是读取文件之后 把这个文件结果写进去 所以呢 这把这个呃 把这个read on的给它插掉 啊 让它是可读写的 呃 这个文件框里边的文字进行操作了 好 因为我们正常敲上去的这个文字 呃 它的颜色是黑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 这你一选中之后就看到了 我们瞧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黑色的背景呢 还是多有一些不便 呃 这个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不是很方便的话 尤其是这个连图标的显示不了 这个 呃 大家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用它默认的就可以啊 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背景颜色是可以调节的 至于最后调成什么样 可能要需要专业做UI的同事去帮忙调一下 那文这边我们自己敲的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复制的文本 是可以显现出来的 呃 比如说我从这边找一个 找一本小说 然后就把它 复制一部分过来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用这个软件呢 大部分也都是复制粘贴 自己敲的时候很少 呃 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看不到的 但是一选中的时候呢 这些文字就都体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黑色背景呢 是有一些不便之处 好我们用这个复制 嗯 呃 加雅的文字都看不到了 但只有选中的时候才能看得到 啊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先接下来继续 啊 这个问题呢 可以等到后续的时候再处理 然后我们把这个 呃 信号语槽先整理完 在那里的第二道code 然后弹出这个电话框呢 我们先有一个class name 这里边是空的 我们要新建一个 新建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我们这个 呃 file name是什么 y.py 然后 路径是在这里 他默认弹出来的就是对的 不用管 然后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呃 空件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一一的 这个 都 呃 触发他的这个 槽函数 发射信号 这个action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菜单栏 啊 然后我们就 trigger了 嗯 这个也是trigger 啊 这个过程比较繁琐 但是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一个一个都得做 好 然后是这个growbox 就 可以不管他了 我们直接找那个radio button 就行了 这是那个滑块 嗯 嗯 嗯 滑块里边找这个value 称制的 让他自动去生成对应的这个 草害手 label呢 就都 啊 label有一个是需要管的 哦 看一下啊 嗯 label只有这个 主页的这个 不过主页的这个呢 我们是通过代码去添加他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变量 嗯 嗯 cue label file 啊 我们看一下 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 函数去处理 ok 啊 他没有这个click的这个信号 我们回头给他自己添加一个 然后 然后qmenu menu这个也不用管了 menu bar这个也不用管 我们只管这个qAction就合了 然后记得是这样的 这个是Action 对文件和帮助Action6 然后这个是打开时 嗯 Action2 Action ok 那我们就只管Action就可以了 嗯 然后 manu to 这个也可以不管 啊 push button 这个都要 勾选他的这个 collect的方法 然后manu bar exit button 这个也不管 啊 read button 这些都要 嗯 选中这个collect的方法 好 这些基础的空件 在上一套课程中都讲过 其实大家如果有顾名的话 去去上一套课程中复习 然后这个state staters bar 就是状态栏 这个呢 我们只对他进行操作 所以呢 就是主观的对他进行操作 主动的操作 不是被动的 所以他的一些状态呢 我们可以不管 然后text的brother 这就是我们的动态栏目光 我们这个选他的那个textchange的 就是当他这个输入的字翻译变化的时候 我们发出出来一个信号 然后生成相应的草害数据处理 OK 其他的就可以不管了 点击OK之后 回到这个工程界面 嗯 多生成了一个文件 那么应该有好多 我们没有处理的这个信号和草 我们先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文件 好多草害数啊 然后呢 我们以后就这个UI界面 基本上就不做修改了 我们改的都是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先做一些 sorry 做一些改动 让这个 我们生成的这个代表草害数 就是这个文件可以运行 把必要的包给它导入进来 包了一个错 不管它 然后后边这一大段 复制下来 好 做一些修改 这段不要了 那么实现这个 min window这个类 setup UI也可以不要了 最后这一步就是UI.show 调用UI这个方法 好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好 这个已经可以运行了 那么我们还是 试一下 如果 复制的话 会不会 哦 这边有一个 文字发生变化 这个 这个槽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 我们就把它先注释掉 pass掉再说 然后再执行 好 粘贴一下 还是没有 这段文字只有选中了 才能看到 啊 这个可能后面 我们要用代码去处理一下 这个事 这个解决起来 比较 看起来比较low 这个一下子 把这个字都挂没了 然后这个界面 已经可以正常的去运行了 那么这些 都应该是报错的 因为我没有实现它相应的 这个 曹函数 OK 在这里 好 那么这些信号语槽的连接呢 就算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再回到我们这个PPT